現在詐騙集團呢 就是那麼的猖狂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一個肖像喔 沒有經過我們同意喔 藥品來源也都不知道喔 然後就真的有受騙 詐騙集團就說 使用之前呢 請你先提供給我你的胸部照片 我才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你前後的對比 更知道你哪邊使用的不對 妹妹呢 雖然覺得好像有點怪 但她卻還是把她的胸部好不好 就是落罩 提供給這個詐騙集團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雨溪 今天呢 這一集talk show 我要來分享算是我這幾年以來 令我 算是數一數二氣憤的事情 我真的沒有想到 天下會有這麼不要臉的人 敢利用我 詐騙我的粉絲 大家應該都知道 詐騙 可以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現 不論是資金牌 不論是冒用肖像代言 我覺得我真的輕忽了 因為我想說前陣子嘛 這種詐騙的東西被踢爆這麼多 大家可能會有戒心 結果 完全沒有 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故事呢 我希望你們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那這支影片呢 我也不會開任何的營利 我只是想要讓這個世界啦 再少一點受害者 大家都是非常的努力 辛苦在工作 賺錢真的不易 那這種詐騙集團呢 真的是 通通給我下地獄 通通給我去死 那在開始講這故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前導 大家都知道我在YouTube呢 一直以來都會去拍一些很多關於變美的東西 例如小臉 針灸 還有我特別對於我的胸部很執著 所以我一直以來神農藏百草 我在呢 民間喔 各種豐胸店啊 或是一些合法的豐胸保健食品等等 我都有一直去做嘗試 結果呢 防人之心真的不可無啊 我之前有講過 我的照片 手上被key成撞羊藥 變成代言撞羊藥的照片 那就有那種詐騙集團呢 利用我之前去拍豐胸的影片 跟之後實際真的變大的效果 移花接木之外呢 再去剪我之前內衣分享的影片 說哇 這個內衣穿起來很集中 感覺真的變好大喔 然後說哇 這就是因為吃了他們家的豐胸藥 在IG下廣告 現在詐騙集團呢 就是那麼的猖狂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肖像喔 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喔 藥品來源也都不知道喔 然後 就真的有 受騙 這件事情呢 是來自上個禮拜喔 我現在真的超級不爽 好 讓我冷靜一下 總之呢 我有一個觀眾呢 他就私訊我 說呢 看了我的一個豐胸的廣告 想說是我幫忙推銷的 所以他就去買了他們的療法 後來一直被強迫推銷 那這位女生呢 我就叫A女好了 A女呢 她一直表示說 自己只是學生 沒有要買這麼多 結果詐騙集團竟然說 我有你的個資 如果你不繼續買 我就告你 為什麼你不買就要被告 整個超莫名其妙的 然後呢 這位A女就問我說 有沒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那我看到這個對話 很明顯知道 這個妹妹已經被詐騙了 所以我就非常緊張問她說 請問你可不可以提供截圖 那這個妹妹呢 就把截圖全部都提供給我 之後呢 她還講了一句 我覺得我應該是被騙了 她已經找不到當初那個IG的帳號了 只知道寄貨商叫做百靈鳥 然後呢 我當然就很肯定跟這個妹妹說 沒有這件事 你是真的被騙了 然後呢 她才回我說 是的 我有猜到 不好意思打擾你了 我趕快跟她說 什麼叫不好意思打擾我 這件事情很嚴重啊 有人拿我的肖像 移花節目影片去騙人啊 如果今天這個妹妹 她沒有密博 她真的覺得就是我去帶你這個東西 所以害她這樣子一直花錢一直花錢 你知道這個後果多可怕嗎 而且我根本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死詐騙集團 到底還騙了多少人 所以我就跟她說 我想要了解 詐騙集團的走法到底是怎麼樣 怎麼會讓你到最後 還深信不疑 是真的直接對到我本人之後 你才發現自己被騙 那這個故事呢 一開始這個詐騙集團 它是先在IG上面 用我們的影片去下廣告 連結呢 是放Google表單 騙你的個人資料 這些都很正常 因為其實一般的商品啊 都會做這種事前調查的問卷 這個詐騙集團呢 就透過它表單上面填的LINE 加到好友 她的ID還給我叫什麼 定制豐胸師 好 那在一開始呢 整個對話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正常 因為 有去過這麼多的豐胸店家 確實都會問這些問題 那這個妹妹呢 當然就回復了 大概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呢 這個詐騙集團呢 很專業哦 說你的乳盤呢 現在呢 剛剛沙子 如果沒有地方放呢 它就沒有辦法堆起來 從你的情況看 你的胸腺是一個靜直的狀態 一定要將這個胸腺激活 所以你的胸部才能大起來 只要激活之後 補充營養 自然就變大了 說實在 她講這個 也是正確的 所以 她在一開始 先是去了解你 然後再問一些你的狀況 再配一些很專業的這種知識 會讓人真的一步一步的 慢慢掉入線上 那問到這邊呢 她就發現說 這個妹妹呢 好像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心動 她就先使出第一個絕招 貼了很多張見證圖 說你只要配合我 你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然後她講的一句話 非常吊詭 我看到這邊啦 其實如果是我 我就已經行了 因為正常來說 我今天去外面吃一碗陽春麵 50塊 我跟老闆說 老闆我揍30塊 老闆跟我說 我幫你想辦法 我會覺得這個陽春麵裡面 是不是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還是 可能要留下來幫老闆洗碗 但是這個妹妹呢 她可能真的對胸部 有太大的執著 就跟當初年少輕狂的我一樣 她就還是問了一句話 我想知道方案內容的朋友 好啦 那理所當然了 詐騙集團呢 為了要司令她掉入陷阱 所以呢 她就貼出更多的胸部的回饋紀錄 她講了一句話 我跟你講這句話真是超狠 如果風澤這樣跟我說 我會覺得 她是真的很厲害 不然怎麼可以講出這種話 所以這個妹妹呢 已經忍不住了 就說好 那我要A方案 那這個詐騙集團呢 收到這個取貨資訊之後 她說呢 跟你聲明一件事情 因為今天出過類似的狀況 就是有人惡意併購啦 所以一旦確定之後呢 你不能退貨 而且你一定要去取貨 你也不能反悔 而且我們產品是根據你的狀況 量身訂做出來的 所以沒有七天獻賞期 那你是確保你的資金安全 才幫你安排貨到貨款 錢是我先點的 對你也是一種保障 相信你的人格 而且呢 我們這邊是有完整的對話紀錄 我可以去備案 如果你們要履行 你的承諾取貨的話 會面臨三項以上的賠償 而且呢 我還會起訴你 到時候呢 你不但沒辦法變大 還會惹急 所以這個詐騙集團呢 剛剛前面這麼軟嘛 現在就突然來個硬的喔 最後再補一句軟的 希望你可以理解 這個都是 分對你個人情況搭出來的 如果被退貨就會被銷毀了 姐姐損失會很大的 會很麻煩 好 那這個妹妹呢 就說OKOK 詐騙集團就說 使用之前呢 請你先提供給我你的胸部照片 我才可以更清楚的 看到你前後的對比 更知道你哪邊使用的不對 妹妹呢 雖然覺得 嗯 好像有點怪 但她卻還是把她的胸部 好不好 就是裸照 提供給這個詐騙集團 哦 那取貨了之後呢 詐騙集團就說 我這邊要衝進辦鑑長 會加我另外一個LINE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領的貨 要突然換到另外一個LINE 可能是兩個方向 第一個 反覆換LINE的話 是可以比較容易 不被追蹤到 第二個是 詐騙集團呢 都不會是一個人 就是這個姐姐啦 他是負責第一階段的詐騙 第二階段的呢 要讓下一個人來做 所以要換另外一個LINE OK 然後呢 就換了另外一個LINE 他還是很認真的跟他說 你要怎麼吃怎麼用 怎麼按什麼之類的 直到之後呢 這個詐騙集團又出招了 你的第一階段呢 已經在調理中了 第二階段務必不能妥顏 是單獨訂製的 什麼疏通乳腺管的材料 現在這藥材也非常非常缺哦 其實差點申請不到呢 而且原價的五萬兩千多 現在是和你比較好聊的 我幫你當親妹妹對待 我直接內部價格兩萬八給你 而且呢 第三階段的材料呢 是需要三萬多塊的 到時候我是直接送的 聽到這邊呢 這個妹妹就開始覺得 有一點怪怪的 她就說 當初你們給我就只有 AB方案啊 並沒有講到什麼 A方案還有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我已經沒有再額外的錢了耶 然後呢 這個詐騙集團了 哇 真的是不要臉啊 他說什麼呢 我們進入第二階段呢 就大得很快 快覺得到自己要的樣子了 一輩子就花這一次錢而已 你覺得不值得嗎 你不是信任姊姊嗎 我都答應你第三階段 我幫你免費做到 賺那麼多塊 我都幫你省了 你還不相信我嗎 不然你差多少 我幫你出啊 反正騙來騙去 是不是都你騙了錢啊 你出個屁毛啊 這個妹妹就說呢 我只剩一萬八耶 跟你剛剛上面講的金額差的有點多耶 而且 你到了第三階段 你又要送我 你應該會虧本吧 你看他還替這個詐騙集團照相 那這個詐騙集團就回覆他說 我不希望你因為費用 所以賺入到自己的效果 你就付兩萬塊台幣就好 剩下的我幫你騙 你要知道了 你買這些東西其實對我都沒有用 我只是想要幫助你而已 因為我是真的把你當妹妹一樣疼啊 結果這個妹妹就說好 我知道了 因為我還沒有開始工作 我只是學生 這次我存在都有錢 那就麻煩你寄了 詐騙集團就說好 這次我不收你運費哦 妹妹呢就跟他說 哇真的是很感謝你 之後呢 妹妹當然也去取了第二次的貨 這個詐騙集團也理所應當的 非常的認真教學 使用了一陣子之後呢 詐騙集團呢 又按耐不住了 他就說 妹妹是因為你對我有幫助 所以我才告訴你的 今天他來之後呢 通知要進行豐胸成功大比賽 只要呢 這次呢 你可以成功做好的話 我就可以升級主任的位置了 而且呢 在這次比賽中呢 勝出的那個人 可以獲得12萬的現金大獎 同時 你前面的花費呢 我還可以全部都退回給你 那這個妹妹就說 好啊 那我要參加 如果成功的話 我再拿一點禮物來答謝你 好 那這個時候呢 詐騙集團出招了 他說呢 因為前面的產品呢 是針對你之前來修復的 但為了這次機會 要讓我們勢在必得 我拿出我珍藏脫眠的 稀有成分濃度 非常高能幫助身材 全面提升的一個階段的 達到最完美的經常效果 所以主要十幾萬 但我知道你沒有辦法承受這個費用 所以呢 你只要付三萬塊 為了再表達我個人的誠意 我會再支撩自己的腰包一萬塊給你 那這個時候呢 妹妹就說 蛤 所以是我還要再付三萬塊嗎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再花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錢了 詐騙集團就說 為了完成這次的比賽啊 我也是把我繼續掏空了啊 我是非常對你有信心 我再放手一搏 第二階段的材料費會幫你了 第三階段還是直接送你了 真的沒辦法負擔嗎 反正就是一直洗 一直洗 洗到最後呢 就說 還是你付兩萬就好 那這個妹妹呢 就說我真的沒有辦法給這些錢 我真的湊不到 然後這個詐騙集團就說 不然一萬五就好 從三萬變兩萬變一萬五 這個妹妹呢 就跟他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還是我先跟你借三萬塊 比贏了 變第一名之後 我再把三萬塊給你 然後或者是我們這個十二萬 我們可能一人一半 這個妹妹我吃 不知道他到底是聰明還是笨 他是很認真的想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因為他自己真的沒錢嘛 但是沒想到呢 這個辦法惹入了 詐騙集團 他說 然後這個妹妹呢 還打了超長一段話給他 說我沒有要刁難你哦 他只是一個剛畢業的學生 還有負債這個學貸六十萬 你這樣子情緒勒索我 我這樣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呢 還說你們寄的產品呢 我去網路上也查不到啊 或許他去綜藝也可以買 風兄只是有個期待 但不是必要 我不想要再花這麼多錢 等等 然後這個詐騙集團呢 就翻臉了啦 不爽了 我現在是好喝好氣的跟你講話 如果你執意要這樣子 那別怪我 我當初有聲明 你是靠雙方的配合做出來的 你現在這樣不配合 一定是嚴重的違反行為 導致我的成功率 甚至影響到我未來的進擊 接下來呢 我會對你進行追究賠償 到時候更麻煩 因為你的個資跟照片 我都很久 那這個妹妹呢 聽到這邊呢 真的就嚇到了 理所當然的 來找我這個 所謂的美胸代言人 才會爆出這一連串後續的事情 那後續呢 我也有跟這個妹妹 要了聯絡方式 現在就來打給她一下 因為我有請她去報案 想要關心一下 看她的狀況怎麼樣 好嗎 哈囉 我想要問一下 當初你看到 我的這一個詐騙廣告的時候 你為什麼毫不猶豫的 就直接去點那個網址 然後輸入你的資料 一開始一直陸續的 看到相似的廣告 只是沒有到非常 心動 因為好像都是素人 不然是她看到你 出現的美容 她感覺好像有一個人 可以保障 所以然後往前進去的時候 大概只是填一個表達 就想說 問問問也好 那因為總共有一二三階段嘛 你大概到第幾階段的時候 覺得苗頭好像不對了 我是第一階段 拿到相似的那時候 才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想說怎麼是陸續 然後會有上網查 也查不太大 後來就想說 因為很多提消 畢竟出產 也不知什麼試面上的 所以查不到 也許更慘啦 所以你是到後面 她問你要不要參加比賽那邊 你才覺得怪怪的嗎 對 因為他們 成第三階段 而且是我們想 就換一個 明明以上 要跟你收錢 另外一個就是 多賺 可以拿到12萬 這個有線盤 如果比較愛錢的話 就會覺得 那我還要再讀一把他的概念 我覺得好險你清醒了 然後我最近 就覺得他們很大 我的電話號碼 留給其他 陸續名堂上 就是以前傳知詞 投資 但是現在都是一些 很奇怪的名字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 成功在你身上騙到了 然後把你的名字 留去給那一些 詐騙集團 再重複利用 好的沒有問題 那我想要問一下 前前後後 你總共被詐騙的金額是 辛苦你了 我知道你還是學生 那個是你存很久很久的錢 而且另外一回事是 那個藥物 畢竟那個是來路不明 也沒有經過台灣的認證 我也很擔心你的身體健康 現在目前應該還好吧 就是沒什麼不舒服 而且我記得 你還要睡覺 我跟你們關係 我有再想到 不要不要的錢 又停了 那你又吃了 剛剛提問已經 怕他要買第一瓶 你的一個心態 是不是覺得我都花了 那不然就死馬 當活馬蜜 把它吃完 真的畢竟沒有不舒服 我覺得不太好耶 我不確定第二瓶第三瓶 有累積的東西在裡面 好 好 那就是 非常謝謝你 願意接我的電話 還有提供這麼多的資訊 因為我覺得 一定有很多其他的人 也受害 或是正要上當中 你謝謝你聽我說 不會 真的 非常非常辛苦 謝謝你啦 好 掰掰 掰掰 我為這個妹妹 感到很生氣 我為這個妹妹 也非常憤怒 我是希望 最後是可以找到 這個詐騙集團 讓她得到應有的 懲罰跟報應 雖然我覺得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困難 但是我覺得也好險 這個金額 沒有到去跟別人借錢 或是自己無法負擔的狀況 那也希望呢 大家今天 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也可以幫忙 把這支影片 分享出去 防止更多人受騙 的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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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